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了不起中国新闻热点资讯 我是本期节目主播大军 每天带来最惹新闻解读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谢谢 空军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 因为现代空军具备远程作战 高速机动和猛烈突击能力 既能协同其他军种进行联合作战 又能单独进行作战 是现代立体作战中的重要力量 而空军中最厉害的战机就是五代机 五代机也被称为隐身战斗机 往往能够在敌方发现不了的情况下进行尖敌 目前五代机被世界各国所青睐 很多国家都相继公布了五代机的计划 但是由于五代机研制成本比较贵 技术比较困难 很多国家都望尘止步 能够研制出五代机的国家只有三个 也就是武器出口三大国家 这些五代机分别是美国的F-22和F-35 俄罗斯的苏-57 中国的歼-20和歼-31 我们都知道 美国是世界上首先研制出五代机的国家 美国首先建造了F-22隐身战斗机 但由于F-22的造价成本过高 美国国会最终采购了187架战斗机 后来美国出技术 美国的盟友出资金 然后又研制出F-35战机 而我国则是第二个加入五代机的国家 我国研发出了两款五代机 目前只有歼-20服役 自从我国歼-20问试以后 很多媒体都相当的关注 我国的歼-20战机 我国的歼-20在去年被官方证实列装了部队了 歼-20列装部队之后 确实在日夜不停的训练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国的歼-20就会肩负起战斗值班的任务 自从我国歼-20被官方证实列装部队之后 很多人都关心 我国到底列装了多少架歼-20 最近我国官方是亲自证实了歼-20战机 已经列装了一个作战旅 并且曝光了该作战旅的一架歼-20飞机 该机并属于我国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牟旅 是我军第一个正建制换装五代机的单位 这次曝光的一架歼-20战斗机编号尾-62001 这标志着我国空军已正式进入隐身机时代 根据我国第一个歼-20作战旅的成立 很多消息都称 中国目前大约已有50架左右的歼-20 很多人认为到2020年年底 我国至少会列装60架左右的歼-20 目前成非歼-20开通了三条生产线 每条生产线每月将会生产一架歼-20 一年就是12架 也就是说歼-20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36架左右 很多外界认为歼-20年产量达不到36架 因为歼-20还没有换装涡扇15发动机 年产量仅为20架左右 最近有消息称 我国的涡扇15发动机已经研发成功 今年成为将要开通第四条生产线 就是为了能够效批量测试涡扇15发动机 据悉歼-20前期使用的发动机是AL31F系列发动机 现在使用的是涡扇10B发动机 涡扇10B发动机虽然在寿命上有色提升 但是该机依然是四代机所装备的航发 不能满足歼-20的机动性能 随着我国涡扇15发动机的成功 再加上成功将开通第四条生产线 到时候G-20年产量极有可能会达到40架左右 也就是说明年G-20的产量将会翻倍 俄罗斯知道这个数据之后 都称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的 毕竟俄罗斯的苏-57战机还没有大量生产 自从我国的G-20问世之后 外界一直拿它与美国的F-22战机进行优劣对比 不过比来比去也是在凭空猜测罢了 在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的情况下 根本没办法论出高低 而两款战机会有在空中见面的机会吗 其实有很大概率是没有的 而就算见面 F-22战机可能无还手之力 首先从表面上看 G-20座舱是一体化的大屏 F-22战机还是上个世纪的那种分体式小屏 并且G-20还装备了光电探测窗口 空战的时候甚至不需要打开雷达 只靠着无辐射的设备就能击落对手的战机 而美国的F-22战机还是传统的探测方式 探测距离和精度都没办法和G-20相比 其次两款战机都是隐身战机 是那种双方都忙的状态 只有见面才能开打 在近距离格斗的时候 F-22没有G-20厉害 而我国的研发团队此前为了让G-20飞行性能 接近F-22的水平 在气动外形上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 目前装备G-20的发动机 还不能使其长时间超音速巡航 但是机动性能上和F-22战机的水平接近 并且我国海计划将新型发动机装备在G-20上 这款新型的发动机比普通的涡扇发动机有一些不同 在提高推力的同时还具备适量推力的性能 而这也代表着该发动机可以使G-20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之前G-20使用的发动机是普通的涡扇10发动机 在换装上新型的发动机之后 其发动机性能甚至有望超过F-22战机的机动性 并且我国现在已经拥有反隐身雷达系统 在这个系统一旦装备上G-20 那么F-22隐身偷袭的成功率就完全作废 最多只能在防区之外进行打击 但是防区之外的打击的话 使用轰炸机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F-22就算能够突袭成功 但它想要撤退的话也不那么容易 该战机的作战半径大概是2000公里 要是想完成超速就得牺牲掉作战半径 这样一来关岛起飞的话 F-22战机就没有办法中途加油 而在日韩基地起飞 那么我国的导弹射程就能覆盖日韩基地 完全可以对其进行有效打击 使其无法投袭 F-22战机在关岛起飞的话 我国的歼-20可以对其进行追击 在其没有弹药又没有油的情况之下 F-22战机就毫无还手之力 并且美国的F-22有能力突袭 我国的歼-20也有这个能力 歼-20的作战半径和F-22差不多 都是2000公里左右 但是可以挂载四个副油箱 而这四个副油箱可以大幅度提高 歼-20的作战半径 将其提升到2500公里 在飞行途中不需要空中加油 直接突袭美国的亚洲的各个基地 虽然歼-20挂载四个副油箱 牺牲了其挂载弹药药的数量 但是该战机的意义并不是打击范围 而是打击的目标 进而摧毁敌方的防御和预警的能力 为之后的战斗机或者轰炸机 清扫一切障碍 歼-20近日携带油箱是非 也能就是一种对敌方国家的警告 而这也能看出来 歼-20的真正意义 不是和美国的战机F-22进行对抗 而是一种战略拒制和威慑 先敌发射先敌摧毁 最重要的是 相比F-22搭载的空空导弹 歼-20所携带的霹雳15空空导弹 射程超过200公里 不可逃逸去范围大 命中率高 具备同F-22相抗衡的实力 除了歼-20外 中国能对付F-22的装备 还有反隐身雷达 由中国反隐身雷达总师 无剑齐团队研发的 JY-27密波雷达 该雷达采用了全数字阵列 有源相控阵技术 具备突出的隐身目标探测能力 抗反辐射导弹能力 和良好的机动性能 能够有效探测到 远距离外的隐身目标 包括五代隐身战机 吴建奇曾在采访中称 我工作的价值 就是要让美国人 花亿万打造的飞机 成为一堆破铜烂铁 如今这句话 已经变成了现实 美国空军将F-22 部署到关岛 被外界视为 对华的进一步挑衅 可惜美国打错了算盘 如今的中国空军 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应对任何挑衅 在全面的作战体系下 F-22所谓的不败神话 终将被打破 F-22的航电系统 和如今相比 有着哪些缺陷呢 首先F-22出现的时候 人们还没有 头盔显示器的概念 毕竟在上个世纪 80年代 大部分国家装备的 还是第二代 和第三代战斗机 大部分战斗机 还没有超远视距攻击能力 空战的主要形式 还是狗斗 所以F-22 并没有考虑 装备头盔显示器 也没有一体化的大屏 而在上世纪 人类还没有形成 数据链的概念 随意导致 F-22战斗机的数据链 只能在同机种之间 进行传输 这样的传输方式 在如今一体化作战中 几乎毫无作用 另外 F-22隐身战斗机的 作战半径 在油量和空空导弹 都饱受诟病 在这些方面 歼-20的实力 都远超F-22 只有在发动机方面 F-22才能挽回一些分数 毕竟目前我国的航发 还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不过随着我国 更加先进的 航空发动机投入实用 估计F-22仅存的那点优势 也将荡然无存 从美国停止 F-22生产线来看出 美军已经不再重视 这款战机了 并且F-22 今年也迎来了首次出口 虽然目前美军 在不断对F-22 隐身战斗机进行改进 但由于体制的限制 谁都没有办法 对这款战机 进行大规模的改动 而且目前美国 也已经关闭了 F-22的生产线 所以这款战机 恐怕再也没有 盖进升级的空间了 而目前美军 更加需要的是 更为先进的 F-35战斗机 而对于我国的 歼20战机而言 未来的潜在对手 根本就不是 已经老旧的 F-22隐身战斗机 而是美国更为先进 且部署数量更多的 F-35隐身战机 因此如今拿着 歼20和F-22相比较 其实并没有 太大的可比性 而是美国更为先进行